今日说法 男子因车祸受伤 一年后又再次发生意外 这到底应该算谁的责任 为什么故事出人意料 事情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车祸之后的意外 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打官司 但是官司一旦找上门来 想躲都躲不掉 江苏省有一位林女士 一年多之前 他就知道自己一定要打一场官司 他就希望这官司早点来 早来早了 不过当这场官司真的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情况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这辆黑色轿车是林女士两年前买的 可是他已经有一年多没开了 因为这辆车买了半年就出了车祸 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林女士甭提有多闹心了 2008年1月的一天中午 林女士开车行驶在无锡郊区的一条路上 对面却突然驶来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我正常发现他不知道怎么搞的 往我那里创 林女士说 他是正常行驶 而对面开来的电动自行车 是越过了公路中间的双黄线 冲过来的 很近的 他的车速也挺快的 四踏道上就不是我 骑车的一名男子撞到了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随后滚落在地 一动不动了 林女士惊恐之余 迅速拨打了110报警 并拨打了120叫来了急救车 驾到现场以后呢 这个也发现现场有一个轿车 是协停在这里 车头朝东 旁边停着一个电动车 旁边有个人受伤的 头部受伤 交警在伤者身上发现的身份证显示 伤者名叫沈根芳 50岁 无锡本地人 林女士跟着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 把沈根芳送到了医院 病人来的时候是昏迷的 是一个猪网膜下降出血 重型的颅脑外伤 医生说 沈根芳当时虽然有生命危险 但幸亏送来得及时 所以抢救过来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 沈根芳随即被安排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林女士交了5000元押金 随后又通过沈根芳手机的通话记录 联系到了沈根芳的哥哥 马上就交个小车 赶快给我到二月 沈根芳的哥哥赶到医院时 医生们正在紧张的抢救着沈根芳 沈根芳的哥哥说 沈根芳是在当地一家公司做保安 据他了解 当天出事时 他应该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经过医院三天三夜的抢救 沈根芳的生命总算保住了 沈根芳的命保住了 林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林女士接到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不过林女士发现交警并没有认定事故的责任 因为这个事故呢 只有一方面的证词 作为那个伤者方呢 他没有办法表述 因为对这个事故失忆 完全失忆 在现场勘察以后呢 也没有在现场没有找到目击证 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电动车当时事发时的行驶动态 那么事发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记者发现 林女士的汽车和沈根芳的电动自行车都是车头受损 这说明两车是迎面撞上的 而公路中间没有隔离带 两车撞后又都停在了林女士正常行驶的汽车道上 因此很有可能是像林女士所说的那样 是沈根芳违章逆行撞上了汽车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 机动车和行人相撞 除非能够证明行人是自杀 否则机动车或多或少总是要承担一些经济赔偿的 把这次跟我的车子骗到之下 但是让林女士感到意外的是 沈根芳的家人一直没有跟她提经济赔偿的事 甚至连处理交通事故的交警都感到奇怪 既不私了也不找交警调节 那么沈根芳的家人就只有一条途径索赔了 那就是到法院起诉 林女士心想反正结果都一样 于是也就做好了应诉的准备 没想到官司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一直到今年九月份 距离车祸发生一年零八个月之后 沈根芳的子女才把她给告了 但是更让林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索赔的金额竟高达四十四万多元 其中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就有三十多万元 因为今年五月份沈根芳在医院去世了 沈根芳的死亡完全出乎林女士的预料 林女士说沈根芳入院治疗不久 病情就已经见了好转 在沈根芳的住院病例上 记者的确看到 住院二十天后 沈根芳就可以尽流食了 两个月后就可以正常吃饭 三个多月以后就可以扶床下来 坐轮椅锻炼了 正常情况下 她应该是转到社区一样 进一步做康复了 也没转 一直就在医院里面 更让林女士感到蹊跷的是 为什么偏偏在沈根芳去世之后 沈根芳的子女才来起诉 而在沈根芳住院期间 他们连面都没露呢 对此沈根芳的女儿说 绝对不是想等父亲去世才来起诉 而是之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父亲受伤住院的事 做事后一个礼拜才知道 昨夜觉得很厉害 那奥运我也经常去 那如果我知道就行公 很厉害 据沈根芳的女儿说 父母早在1997年就离婚了 那时她和弟弟都还不到十岁 当时母亲也没有向父亲 索要孩子们的抚养费 十几年间 他们姐弟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在父亲去世之前 他们没有父亲的一点消息 但林女士说 自己可是在第一时间 就通知了沈根芳的家人 难道沈根芳的哥哥没有把消息转告给沈根芳的子女吗 沈根芳的哥哥说 他通知了沈根芳的前妻 我们马上就赶到他家里 去跟他讲一下 他就把这个门一碰了 不切吧 我问过我妈了 他说来过一次 但是讲了什么东西 他也没搞明白 反正是从来不跟他们说话的 我跟他们去讲了 他门一碰 马上邻居就问了什么事 我们就讲了这个事 他都听都听到了 怎么我也不知道呢 来找了是来找了 我们那边邻里都可以证明 他是来找了 但是说了什么 到底有没有搞明白 这个又谁 谁能证明呢 我只能说车路车路 你躺在医院里 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你 只有我 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去了 那为什么一开始去了 后来又不管了呢 你就管到一半就不管了呢 我这个当哥的 只能抽一滴就去看看他 先到这个兄弟的前面就可以了 孩子总是沈根芳生的 就这么回事 不管谁是谁非 一个事实是 由于没有家人 对沈根芳进行照亮 因此医院 不得不让他一直住在重症监护病房 有医护人员进行全面护理 不应该就是病情好转了 再住在重症监护病房的 病情好转了之后 就应该回普通病房 这是没办法 对没办法 灵女士认为 沈根芳经过治疗 病情本来已经好转了 她的死亡 是因为在长达17个月的住院期间 没有得到家人的照料和护理 灵女士说 她的确是车祸的当事人之一 但是自从车祸发生之后 她又是打电话报警 又是送沈根芳住院 还积极地交纳了住院费 该做的都做了 那个病人都做了 用多少都是我出生的 超市方呢 她是交了两万八千 灵女士觉得 与沈根芳的家人既不出面 也不出钱相比 她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更何况 还是沈根芳违章撞了她的车 真的我也是撞上来的 是她撞上来的 真的不是我撞她的 这个事情是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龙一飞教授 龙老师在这个机动车 如果和飞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了碰撞 机动车司机 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 保护现场 第二一个就叫抢救伤者 第三呢 报警 那么行人非机动车这一方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获得什么样的赔偿 可以向公安机关的道路交通行动管理部门 请求调解 调解不成功 可以寻求第二种渠道 就是向人民法案起诉 不经过交警部门的人 你也可以 我直接到法案起诉 直接诉诉 人民法案也可以受理 赔偿的范围 就是这样的内容 医疗费 务工费 交通费 护理的费用 如果沈根芳的死亡结果 跟车祸受伤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么赔偿范围 一下就扩大到了 死亡的赔偿金 丧葬费 甚至于可能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可能会包括到的 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 沈根芳原本在这个医院 住一两个月就可以出院 但是沈根芳在这个医院 足足住了17个月 而且一直在重症监护病房 我们可以想见 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了 难道都要林女士来承担呢 哪些是因车祸受伤 引起的损害赔偿项目 哪些是因为死亡 导致另外的赔偿项目 那林女士只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 承担责任 责任多大 赔偿范围多大 不能一股脑的把 沈根芳在医院里面 所有费用都不加区别的 一律拽在林女士身上 我们在公安机关的法医监定上看到 沈根芳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 全身内脏器官萎缩 多脏器功能不全 严重肺部感染 引起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林女士说 严重营养不良正好说明了 沈根芳的死是长期没有得到家人照料造成的 根本就不是由于车祸受伤导致的 但沈根芳的女儿仍然说 她不知道父亲住院的事情 而沈根芳的哥哥则提出 弟弟死在了医院里 医院也应该有责任 对于沈根芳哥哥的指责 医生首先向记者出示了沈根芳的住院单据 医生介绍说 他们特别遗憾的是 在极为关键的康复阶段 沈根芳严重缺乏心情的温暖 影响到了她的心理和情绪 致使她逐渐厌食 渐渐的吃不下东西了 医院也无可奈何 心理疏导医生只是取一个促进的作用 但是家属的亲情在心理上的作用 比医生护士能提供的可能更多一点 记者发现沈根芳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太好 她的子女和哥哥似乎都对她不太亲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沈根芳的离婚判决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沈根芳当年因为赌博被单位开除 两年后离家出走 之后妻子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离婚时 沈根芳也没有到庭 沈根芳的哥哥说 沈根芳当年对家庭的确不太负责任 以至于离婚之后 沈根芳的前妻从未跟孩子谈到过她 沈根芳的哥哥说 他曾多次劝弟弟改正缺点 但是弟弟屡教不改 这让他很是失望 渐渐的他也就不想再管了 今年五月 沈根芳在受伤住院近十七个月之后 在原本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 也许沈根芳在性格上的确存在着缺点 也许他在处理家庭关系上的确存在着过失 但是在沈根芳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的身边没有亲人 除了一直陪伴他的医护人员 就是这些记录着他营养不良的文字 2009年4月1日 患者极度销售 4月23日患者极度销售 5月10日患者极度销售 5月13日患者极度销售 两天之后沈根芳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医院也看到了医生们 为销售的沈根芳拍摄的照片 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样子 目前相关机构正在对沈根芳的死进行司法鉴定 以确定沈根芳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受伤之间的关系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因为我们专门讲过 沈根芳的死亡鉴定显示的 他是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的 那已经有了一个死亡鉴定 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司法鉴定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对沈根芳的死亡结果的法一鉴定 只是一个对他死亡结果的一个客观的描述 营养不良死亡 这个营养不良和车祸受伤有没有关联度 或者说是否发生了车祸受伤的情况下 是这样一个损害的后果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使得这个损害的后果扩大到了死亡了 必须要求通过中立的司法鉴定 客观的按照技术手段做出一个鉴定 如果他拒绝接受治疗 或者拒绝进食 又没有其他亲属应当履行必要的 陪伏照顾的义务 导致了死亡的话 这样林女士 他最后的陪伏的责任会减轻 这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伤感的事情 沈根芳的50岁的人生 突然的遭遇了一场意外 这场意外使得他最终走向了死亡 其实更意外的事情是 他原本不应该死亡 死亡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也许给不出一个答案 但是我相信 每位观众朋友在心里面 都能够有自己给出来的那个答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龙老师在一起要讨论 再见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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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